今天這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這個Google的Bud 那這個Bud是什麼?它就是GPT 它就是這個關於之前的微軟的Chat的GPT 那它現在極其直追 最近也趕快出了一個Bud,就是Google的GPT 好,那它目前有一些限制 那我們也來玩給大家看 看到底 它有什麼鳥問題 好,那它目前只能英文 所以你必須再搭配一個Google翻譯來做這件事 好,教授我們現在要了解蘋果產品有什麼 蘋果手機有什麼限制跟缺點啊,然後你要到翻譯這邊按複製 然後貼過來 Ctrl V貼上按Enter 那這時候它需要跑一下,就跟GPT一樣,它需要去運算 好,這時候呢 你可以 在這邊 按右鍵 按翻譯 他就會跟你講 Apple手機是以時尚的設計,強大的性能 來而聞名的 當然它有一些缺點跟限制 昂貴 蘋果手機就是 其他品牌的三倍價格喔 這個是我觀察出來的 那有限的定制 就說Apple手機它 它能改變的一些可調性 不夠,然後還有封閉的生態 其實它講得非常好 那所以其實它雖然只有英文,但是你按右鍵翻譯之後其實它還是 還蠻好用的,夠用 勘用 好,缺乏可擴展的儲存空間喔 因為像很多都雙卡 雙 雙待機 然後 記憶卡 記憶卡可以插進去喔 那蘋果一直都不給這些 功能 好,那大致上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是勘用的 那再來呢,我們就要來看看說 它能不能 吃我們這種 東西喔 好,我會跟大家講,今天來分享一個故事喔 有一個 姓 叫無知喔 然後名叫果粉 那我們來看看 它會怎麼樣 來 那你要把這個貼到這裡 Ctrl V貼上,然後它變成這個 英文的 那我們再把它貼過來 看看 看看它給我什麼反饋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讓它 舉一反三 他說謝謝你分享你的故事 我能理解你為什麼在蘋果 產品使用時遇到一些困境 確實蘋果產品比其他品牌更貴 他們 可能不具備你正在尋找的所有功能 然後他說關於你提出的 具體問題 他的一些額外的想法 這個是對蘋果產品常見的抱怨 他不僅貴 然後呢 他的性能可能不會好很多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 蘋果產品採用優質的材料 跟組件製程 聽說那個蘋果手機 他的裡面 也是很講究的 講究藝術的美感 所以 他連內部都要做得非常好 這就是浪費錢的一個最 大的問題 然後說 這個 通常要設計的非常人性化 這會增加成本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他我們在講到這個充電速度為30瓦 這種電底的 可悲問題 然後說這個是 蘋果 產品的常見的抱怨 他的充電速度比其他品牌慢 然後他的設計理念是輕薄 所以也很難裝厚又大的電池 然後他說蘋果可能要考量其他的因素 好那他似乎有理解我對蘋果 問題的 這些反饋就是缺點 然後他給我反饋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我比較在乎的 手機螢幕錄製無法指定碼率喔 這是我很care的 當時在打遊戲的時候很在乎的 他說這個是 屏幕錄製的功能限制喔 蘋果手機 的預設比較低 他說這個是 不均勻 看起來他沒有特別回答出什麼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問他了 請你舉一 反三 不是不可以這樣講 請你列舉 其他 蘋果產品的缺點 例如 iPhone 14 跟 Mac M2 電腦的缺點 好雖然說他只支援英文但是沒關係我們把這個 摳過來看看他的理解到什麼程度 其實他這個右鍵翻譯之後他還是能夠馬上 的幫我轉成中文 然後說當然我馬上列舉了iPhone14跟ML電腦的一些缺點他還是講 昂貴 然後 沒有重大的升級 相同的設計 相同的設計 iPhone14採用iPhone13相同的設計 然後 無Touch ID iPhone14預計不會有Touch ID 對於一些喜歡Touch ID而不是Face ID的電腦來說這讓他們很失望 那M2 M2電腦 無重大升級 同樣的設計 廢話 其實有時候蘋果電腦你怎麼看他都是 一樣的 不過我覺得他講得很中規中矩 那我們不知道能不能讓他用 請你用 嘲 嘲諷他應該不會鳥我 試試看吧 來看看他能夠講出什麼東西 他這種假掰的人工智慧應該是沒辦法 現在他們都 在這方面 很難去講這個部分 他們怕得罪誰 他一樣在重複這些東西 品牌的虛榮心 蘋果以虛榮著稱 他們不斷的吹捧 他們是 他們的產品是市場上最好的 即使他們並不是最好的 他們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讓 蘋果的產品難以維修或者是升級 就是沒辦法擴充了 這也是另一種賺更多錢的方式 那以下是蘋果虛榮心的一個例子 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混淆消費者 使用的 使用銀銷話術來混淆消費者 例如他們使用的術語 視網膜顯示屏 來描述他們高分辨率的螢幕 儘管他們一點也不像視網膜 哎呦幹他講得很好耶 這個是我從來沒有 想過 他們這麼 不要臉的一個商業手法 他這樣講出來 其實 還不錯 他們習慣讓自己的產品難以維修或擴充升級 這也是為了要賺更多的錢 因此 當舊產品出現故障的時候 人們不得不只能再買新產品 他們經常發布未完成或有缺陷的產品 這樣 做是為了滿足他們發布截止日期 即使這意味著產品 還沒有準備好 迎接的黃金時段 我大概理解他是在講什麼 他就是說 有時候 未完成嘛 就是你常常在網路上看到一些 iPhone的概念圖 什麼 預計 iPhone15將會是什麼樣 然後其實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還 還不是定案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 不知道該說是 無知果粉還是無知設計師在那邊自嗨的一種 那個幻想影片 蘋果是一家對賺錢更感興趣的公司 而不是製造好的產品 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找新的方法 來利用他們的客戶 而且他們不惜利用虛榮心 這件事 好那我們來問他好了 為什麼 許多社會底層 我們 沒錢也要 買蘋果 產品 然後最後只能 不斷加班 造成 失去自己 的時間 產生 惡性循環 如何 解釋這種 可悲的人性心理 我們來看看他 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好 這個 他翻譯 還沒好 他翻譯好久 好 複製 那把貼過來 看看他能夠 給出什麼答案 其實買蘋果是這樣 社會底層跟社會高層都有 只是社會底層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他們買蘋果之後會讓自己人生變得更痛苦 因為只能不斷的加班 好 社會底層的人們 可能覺得有必要買蘋果的產品的原因有幾個 品牌知名度 這讓他們會有一種社會的 身份象徵 即使他買不起 同財壓力 人們可能會覺得 他們需要擁有最新的Apple產品才能夠融入同年齡層 對於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 銀銷 蘋果產品非常擅長唬爛他們的產品 使用廣告和社交媒體來營造對其產品的口感 渴望感 這會讓人們覺得 他們需要蘋果產品 即使他們並不是真的需要他 哎呦講得很好 這背後的可悲人類的心理 人們往往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幸福來換取最好的產品 這可能會導致二性循環 人們加班 加點 加班加點是啥小 購買蘋果的產品 這反而又佔用了他們的時間 讓他們更難買得起這些產品 這其實講得有點怪怪的 可以做一些事情來打破這個循環 一是讓人們了解 Apple產品本身的真實成本 人們需要意識到 他們不僅僅是在購買 產品 他們也是在購買一種生活方式 另一個是鼓勵人們 更加注意 自己的消費 人們需要問問自己 他們是否 需要最新的Apple產品 或者他們是否 對於更便宜的產品 感到滿意 最後 由每個人來決定 是否購買蘋果產品 當然你必須了解 這一個決定的潛在後果 好吧那我問他一個概念好了 為什麼 蘋果手機的拍照 會比 Royalme X R E A L M E X 3 還差 應該說iPhone 12好了 我剛剛他怎麼回答這種問題 其實我覺得他整體上這個講的是非常好 只是他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帶有一些情緒 因為其實我還在 理解這個 罷的 這是我這幾天玩的 應該說我今天開始玩然後順便分享給大家看 iPhone 12跟Royalme X3都有不錯的相機他們各有優缺點 iPhone 12有更好的主攝像頭 在低光源 這個好像蠻關鍵的屁話 微距攝 X3擁有更好的微距攝影跟長焦段 以下是iPhone 12和X3的詳細比較 唉唷 他 他可以去寫這些東西喔 他講得很好耶 他直接整理出我要的一些 重點 他說他主攝像頭都是12MB 真的有這麼低嗎 這個 給 觀眾如果知道iPhone 12的去回答 但是這個我可以確定 我確定真如我X3的 這個真的很猛 然後在圖像資料方面 他在弱光的拍攝更好 細節更豐富 還 Royalme X3在拍攝小物體特寫更好 這個他並沒有 其實這個也很抽象啦到底好不好 就是有時候 坦白講其實我是清楚手動快門在弱光的環境下 X3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我測試過 好那沒關係我們要問他為什麼iPhone 12 手機要鎖住手動快門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回答這種 這麼不要臉的蘋果產品 的 行為 看看他怎麼回答所以即使 儘管 Bud他沒有支援中文但是 我覺得 我們還是可以把他當作有中文在用 因為他翻譯還蠻準確的 可以讓我閱讀的非常順暢 iPhone 12鎖住的手動快門 以防止用戶在意外長時間曝光 照片模糊 他講的 其實是有道理但是其實他並沒有講說 這個是 iPhone 的 無恥的一種商業手法 故意鎖住你然後再賣你一個App 好 當手動快門鎖定時 用戶只能去調整ISO跟白平衡 這有助於 用戶即使不熟悉手動快門也能夠拍出清晰的照片 他講的沒有錯啦 要 解鎖手動快門需要點擊相機 手動快門解鎖後 可調整 他講的應該是安卓的東西吧 以下是 iPhone 12 手動快門鎖定的一些原因 防止曝光 幫助不熟悉的客戶 他是希望說有的因為你慢快門會容易模糊 然後還有強光下曝光會損壞GMOS的這個也算是沒錯的 不過我覺得他這裡講錯了因為你並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方式來解鎖他 那我們要嗆他一下 看來你並沒有了解 看來你並沒有完全了解 iPhone 12鎖住 手動快門 的意義 他是為了要 8 消費者 要 8要8哪個7啊 兩層皮 先鎖住你 再賣你 手動快門解鎖的 App 這就是蘋果最無恥 專門在幹的一種事情 好 我們看看他怎麼回答這件事情 一一沒有完全了解 我明白你的意思 蘋果可能正在鎖定 iPhone 12上的手動快門 以鼓勵 透過第三方的程式 不過這也有可能是蘋果出於其他原因鎖定的 反正他也不會特別去跟你探索這些 好那我們現在 聊了這麼多東西之後我們來看看 心裡列出 15條 蘋果的缺點 iPhone 14的缺點好了 用戶不良體驗好了 來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講的 讓我眼睛為之一亮大開眼界 看他掰得怎麼樣 看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掰 要掰15個 要掰15個iPhone的 15個iPhone 14的糟糕體驗 還蠻不容易的 如果一個人突然要我要講 15個 來沒有耳機插孔 講得很好 沒有擴展的儲存空間 非常好 昂貴OK 非常好 電池壽命不如其他手機 這個 電人建置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我可以知道他充電速度非常慢 非常可笑 缺口仍然存在 iPhone 14仍然有瀏海 他是 屏幕頂的黑條 啊對啦 那個很低能 設計與iPhone 13沒有太大的區別 他 對於希望進行重大重新設計的用戶來說 非常令人失望 然後指紋傳感器仍然 不好用 iPhone 14仍然使用指紋傳感器來進行身份認證 不如Face ID 對於無法使用Face ID 或希望能夠在黑暗中解鎖手機的用戶來說 這是個問題 這個其實 不是很懂 留給觀眾來解答 相機不如其他手機來得好 iPhone 14的相機 不如市場上其他手機 對拍攝大量照片或視頻用戶來說這是個問題 然後軟件無法像其他手機那樣可制定 iPhone 14運行iOS 不像其他的操作 系統 可以定制 嗯 硬掰出來了 這款手機不如一些 手機耐用 iPhone 14不如市場上其他手機耐用 這對於容易掉手機的用戶來說其實真的每一隻都一樣 但是他就是有辦法這樣掰 這款手機的防水性不如其他手機 iPhone 14有沒有防水 這個 留給知道的人來回答 該手機 沒有其他手機的可用功能 例如說手寫筆 雙模 植母畫面 他講得很好 還有潛望式變焦 他說得很正確 因為人家其實 安卓的手機在潛望式變焦這方面 他可以拉非常非常的遠 這是iPhone一直在成本考量上 又故意不給用戶的 這相當可笑 真的是 一隻手機賣 3萬塊然後結果沒有給潛望式鏡頭 這相當可笑 這就真的是iPhone的 最可笑 聽說iPhone 15要有了不過那有可能也只是唬爛而已 那該手機沒有 其他手機上的可用應用程序 他說安卓手機應用程序應該是比較多的沒有錯 然後不容易維修 這確實 他們都故意做到讓你不能修你只能最後很昂貴的維修費 而導致你必須買新手機 iPhone手機不像其他手機那樣環保 幹勒 iPhone不是嗆自己最環保了嗎 還特別把那個充電線 跟充電器拔掉不給你用 幹勒然後他就嗆他不環保 好 這只是iPhone4的一些糟糕的用戶體驗 最後 你是否想要買iPhone還是取決於每一個人 好其實我覺得這樣子20分鐘的對話下來 我認為BUD是可用的 儘管他需要透過翻譯然後去點這個動作 還是有點麻煩 但是至少 我覺得這整個對談的內容是讓你眼睛為之一亮 是愉快的 是能夠看到新觀點的 這樣子我覺得就夠了 那之後我再來陸續測試啊 可能要看一些3C產品他的測試精度到怎麼樣 或者是說一些3C的銷售數據有沒有辦法直接撈出來給我 這時候是蠻重要 那據說未來的BUD他想要把這些東西能夠AI化 這麼多的App 要把它AI化這其實是 一個新的 世界的開始 那到時候就期待看看 畢竟現在大公司畫什麼柄我都不是很care 我只想要在乎的時候你到底能不能 直接馬上的 改變我生活 一些比較麻煩的事情 在那邊畫大餅都是狗屁而已 好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Google Bud 就是Google的GPT 跟大家分享 測試 然後閒聊 順便也讓大家知道iPhone 有多爛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以上心得跟大家介紹到這邊了 之後再來 持續的測試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 想看的議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討論 到時候再來看怎麼拍怎麼問 怎麼聊 好 就先這樣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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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